胡椒豬肚湯底散發濃濃香氣 大片牛五花蒜幾下吸附湯汁精華 天氣轉涼來晚熱呼呼的火鍋最對味 超市業者趁機推促銷刺激買氣 那現代人也很喜歡這家吃鍋 所以到超市購買了湯底 火鍋料及蔬菜 那回家就可以開鍋相當的方便 我們預計這波的火鍋促銷 預計會帶來兩到三成的業績成長 不只美聯社全聯野端出麻油雞 將母鴨應戰 家族負責主打各式牛肉麵 還跟五星飯店聯名要與各大超商較勁 超大塊豆干吸滿滷汁 還有白蘿蔔 多汁又爽口 OK超商除了滷味 還有燒鮮草 紅豆湯 7-11推薄皮辣椒鍋 以及辣味魚糕 全家有聯名湯品及鍋物 萊爾負責推麻油雞腿面線 還有韓式部隊鍋 這一次的話 那其實現滷這個商機 我們是很看好的 因為第一方便 第二就是我們也針對 臺灣民眾喜歡的一些口味做調整 就有超商業者觀察 每到冬天氣溫下降五度 熱食自助區商品 平均銷售可提升兩成 也難怪各家業者打鐵趁熱 推各式新品搶商機 今年可以看到很多熱銷的商品 其實是所謂的產品力 行銷力 加上超商通路的這個連鎖力 這些的結合 然後才會讓這些商品造成一個熱賣的動作 畢竟超商超市據點多 民眾從購買到加熱都很方便 也難怪每到冬天火鍋食材熱食都很熱銷 成為刺激業績向上的主要動能 三例新聞 楊超市立庭台北報導